你能吃饭吗 大概有过五年是喝两水就胖了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舞蹈了 那其实就 就我们说都成仙了 就不吃 不吃主食 大概有五年没有吃过主食 首先一定要吃干净的东西 少油 少盐 控制自己的食欲 食量 然后增加自己的运动量 就一定会有效果 我觉得其实运动很简单 其实也不需要 特别多的器具啊 或者是一些 我就走路 对 其实我吃饭很简单 就是最少加工的菜 就可以了 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的菜啊 包括肉啊 其实只要在水里涮一下 蘸点盐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方式也能检验你的食品 是不是天然的健康的 因为你知道 其实加了很多酱料 不新鲜的菜 它也会变得好吃 但是你吃进去 你根本不知道 它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我会跟你讲 你要去试一下那个 我推荐的那个 它们就是吃菜 吃肉 不是糖 吃点盐 水果也不能吃 水果也要少 你要想减肥的话 还是别吃 刚练马甲线的时候吧 我每次有出一点点成效 我就会给它拍下来 然后来激励自己 然后只要看到 好像有点退步了 然后我就赶快又去练 我把自己的手机平保 换成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苗条 腿巨长的一个 女模特的一个照片 一个我就看照片 我已经管住了我自己的 我一直在夜跑 然后每三天到四天会 有去做瑜伽或者是普拉提 然后夏天我觉得 一定要就是要出汗 要排汗 所以希望大家 去做有氧运动 小丽 How to keep your body oh I don't do like diet but I do Pilates 啊 对对对 I dance every day 当然就是少吃 少吃多动 多运动 这个是最简单的道理 只要你有横行有毅力 怎么着都行 我自己是因为 我一直很喜欢运动 可是怎么吃到吃不胖 所以我没有来分享我的经验 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 我会克制饮食 并且找私教健身 我觉得去健身房找私教 特别是找到一个好的私教 了解你的私教 是最有效的方法 去湿排水 一把红豆 一把一仁 开锅15分钟 然后关上火 你闷15分钟 喝那个水 渴了你就喝这个 一个星期掉个四五斤很正 现在呢我要来做一个我的午餐 然后今天要做的就是我的 我阿姨她告诉我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想说就是不要吃这么多淀粉 对不对小姨 所以她就用这个白色的花椰菜 然后弄碎 然后就假装它是白米饭 有没有很酷 我准备把它 跟鲑鱼炒在一起 变鲑鱼炒饭 然后先爆一点蒜 所以很简单 非常简单 那小姨你帮我把这个盐 这样子 够 够 我们的那个花椰菜炒过去了就完成 还有上面加了一个小姨 一定要求要一个蛋 你也有一点蛋吗 好香 今天来录一个蔬菜三明治的酵成 首先呢先用一个保鲜膜 大家最好买这种就是这块有叶的这种 这样它好撕 你看一下就撕下来了 然后把它这样平铺在一个擦干净的桌子上面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这些服务料呢 灵魂是这个 揉松 首先我们找一个好看的生菜叶子 圆圆的 先放在这 然后呢 把它压平一下 因为它就当就跟个饼一样嘛 然后呢 番茄酱先撒一点 这样均匀的撒在这个上面 然后减肥人士的话也可以不撒 然后就可以选择是煮鸡蛋 还选择煎鸡蛋 因为我是一个鸡蛋爱好者 但我特我这么特别爱吃煎鸡蛋 我能爱吃到丰富那种 然后把它放在这 因然而异啊 当然减肥人士还是可以吃煮鸡蛋的 然后可以放一片三明治 不是什么三明治 西红柿 这西红柿有点大 放一片 其实也可以再放一片 放一片小的吧 放一片小的 然后呢 灵魂来了 灵魂这种松 我先擦一下我 主要是 对 因为这个肉松混着那个 番茄那个汁绝了 然后是放烤肠的环节了 肉比较大 这个做的 可以放几片都行 因人而异 我今天就放三片吧 因为我爱吃香菜 所以我想再放点香菜 是过分啊 今天自己给自己做的 还可以放煮鸡蛋 但是我放不下 我就不放了 一会吃了还就行 然后再找一片 这样的 生菜也可以这么给它 这么兜着这边 一边兜一下 然后再这么给它包住 包住的时候 给它压一下 然后这边也给它 都这么 包好包好 然后两边先对称这么 对称这么的 来 这边 也使劲这样 然后最后一兜 都得吃着点劲 这个兜的时候 然后我们拿牙签 给它固定 如果大家不用带走的话 就不用固定 但是固定一下 还是比较会方便一下 我一般固定 四个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然后一个 说起来看面 这就做好了 看 嗯 好